老人与海鸥 在风景优美的湖边 许多海鸥在空中喧闹着 湖边的游客们纷纷将手中的食物扔向空中喂食海鸥 在喂食海鸥的人群里 有一位老人显得非常特别 他穿着一身已经褪色的衣服 贝格看起来掉了也不会有人捡得破包包 连张着鸟食的桶子也已经用得破旧不堪 那位老人是谁 是石荒的吗 别乱说 他可是我们这里的名人 我们都叫他海鸥老人 海鸥老人 为什么这么称呼他呢 每年冬天 我们这里都会飞来大批南下过冬的海鸥 每到这个时候 他总是天天带着鸟食 从郊区徒步到这里来喂食海鸥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所以就称呼他为海鸥老人 原来是这样 海鸥老人通常都会选择人少的地方来喂食海鸥 他会将鸟食撒在地上 然后再叫海鸥过来吃 独角 灰头 红嘴 老上 过来吃饭啦 海鸥在老人的呼范下 立刻应声而来 一下子就将食物吃得一干二净 啊 海鸥也有名字嘛 嘿嘿嘿 回头 今天吃饱了嘛 老伯 您好 您给这只海鸥取了名字吗 是啊 它们每只都有自己的名字 那您认得出它们吗 当然 你看 那只脚上带着脚环的就是老沙 哦 看起来每只都一样啊 嘿嘿 怎么 你不相信我能认出它们吗 老人说完 便努力地在那些飞飞停停的海鸥中寻找着 四眼的阳光使得它眯起了眼睛 更加深了它脸上的皱纹 老人家算了吧 还是别找了 刚才还在的嘛 一下子都跑到哪里去了 独角 老沙 要是来了就飞起来一下 老人话刚说完 有两只海鸥应声而起向老人飞来 一只海鸥的脚上有青鼠光芒闪动 那应该就是老沙了 另一只飞得很近停在老人的手上 它只有一只脚 为了保持平衡 它在停下时也必须不停地挥动着翅膀 哈哈哈哈 就在这个时候 它们身后的一群海鸥 忽然 嘩的一声惊慌飞起 老人转头一看 发现一个穿着时髦的小伙子正在伸手捕捉海鸥 嘿 这些家伙逃得还真快 差点就抓到了 正当小伙子准备再次捕捉海鸥时 老人冲过去拧住了他的耳朵 哎哎哎哎哎呀 好痛啊 臭小子 你想做什么 哎呀哎呀大叔 您轻一点 我错了我错了 您快放手吧 老伯 您好厉害啊 他们好像都很怕你 哼 那些臭小子实在是太坏了 老人一脸生气地说个不停 这时候 几只海鸥飞了过来 老人的脸上正才露出笑容 继继续拿出鸟食来喂食海鸥 老伯 鸟食是政府提供的吗 不是的 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一公斤要两百多元呢 啊 这么贵 那一个月下来 要花不少钱呢 老人把大部分的鸡血 都花在买海鸥的食物上 那他自己的生活 是如何过的 一年后的冬天 海鸥老人再次出现在湖边 他的身体看起来非常虚弱 被也驮得更厉害了 老伯啊 你看起来不太好 还是休息一下吧 咳咳咳 谢谢 我只是有点感冒 这两天只吃了一碗面 所以身体有些虚弱 没事的 那你应该回家休息啊 可是我想他们呢 老人硬撑着 把带来的鸟食喂完 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湖边 之后的几天 老人再也没有出现在湖边 咦 奇怪 海鸥老人怎么没来啊 你也在找海鸥老人吗 是啊 我等了他两三天了 可是一直没有看见他 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的身体不太好 该不会真的病倒了吧 看来他可能病得不轻 否则他是不会丢下这些海鸥的 我们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吧 嗯 嗯 请问海鸥老人 原本只是个小感冒 应该不会那么严重的 可是他常年省吃解药 使得他的身体 一直很虚弱 因此才会一病不起啊 哎 我们能看一看海鸥老人的住处吗 嗯 大家没料到老人的家这么简陋 低矮的卧室里又黑又破旧 里面只有一些简陋的家具 床头的地上凌乱的散落了一些 从报纸上剪下的海鸥的照片 厨房也很破旧 空空的没桌子晚贵 只有一个小板凳和几捆树枝 哎 他家怎么会是这样呢 真可怜 可是墙边的桶子里却装着满满的鸟石 那年冬天 一些志工们将老人的照片 放在他经常喂食海鸥的地方 让我们替老人再喂一次海鸥吧 嗯 哦 一群海鸥突然飞来 围着老人的鱼像不停地盘旋鸣叫 此时海鸥们轮流封到老人的鱼像前 像是来瞻仰怡人的亲人 没过多久 这些海鸥纷纷落地 竟在老人的鱼向前面 整整齐齐地排成两行 站立不动 像是位老人守灵的白衣天使 他们是来给老人送行的 后来人们渐渐知道了海鸥老人的故事 因此在湖边送了一座老人与海鸥的雕像 用来纪念一生爱护海鸥的老人 这些地方是在湖边的生命 并不是很高峰的 这些地方是在湖边的 今晚就很高峰的